大家好,我是欢迎大家来到网上入学资讯日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陈雪莉博士Dr. Sydney Chan 我就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副学试课程的讲师和课程统筹主任 我负责教文化研究、英文和文学相关的科目 在开始讲座之前,有点注意事项 讲座禁止未经授权的录音,也不可以私自使用相关的影片 今天的分享环节完了之后,我们会有5-10分钟的答问环节 欢迎大家在checkbox那里输入自己的问题 然后完整个分享,整个讲座之后 我们就有个问答环节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所讲的东西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讲座了 那我们今天讲座的题目就是 Decentralization to empower creativity 去中心化,怎样可以帮助创作者 去对他的自己作品有更加多的控制权 而主权 亦都可以直接去面对他的买家 那所以同时候呢,创作者是可以有直接的得益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keyword就是NFTs NFT的技术就是去中心化 那所以去中心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去帮助创作者去对他自己的创作 的发布有更加多的自主权 那NFT由去年开始呢,就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了 那可能有些人就说,例如教练香港 我们就有NFT Art Exhibition 那可能有人就会觉得,究竟NFT Art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一个新派的艺术? 例如,我们有抽象派、写实派 那其实它是什么新派的艺术? 那所以在开始讲这个话题之前呢 那我想告诉大家,其实NFT呢,绝对不是一个新派的艺术 NFT是一个科技,一个技术 它的技术特别之处就是刚才我说的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的意思就是不需要再... 那个创作者或者发布者不需要再依赖任何的平台 去发布他那个或者做他一个创作的买卖 那所以呢,在开始我们的话题之前呢 我就想给两幅作品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就想大家估一估一下 这两幅作品的拍卖价钱是多少 那首先第一幅大家看到的就是梵高的画作 梵高,世界知名的画家 那这幅的画作呢,就是在去年2021年 Christie Auction House那里拍卖的 街市得拍卖行拍卖 那我想大家估一估一下这幅明画的拍卖价钱是多少 那我给两秒大家估一估一下那个拍卖价了 世界知名的画家梵高,fine art 那而开股了,它的拍卖价呢就是71 million US dollars 7100万美金 那我们同时候看一看下一幅的作品 那你看到这个作品和刚才那幅的作品是很不同的 这幅是一幅collage来的,拼贴画 那名字就是Every day is the first 5,000 days 那我给多一些背景资料给大家 而同时我也想大家估一估一下 这幅画,这幅創作的拍卖价钱是有多少 同样都是去年拍卖 同样都是在街市得Christie Auction House那里拍卖的 那大家估一估一下拍卖价钱 如果梵高那幅画的拍卖价钱是7100万美金的话 那这幅digital art 那我给一些背景资料给大家 Beeple就是一个digital artist 他的真名叫Mike Winkerman 由2007年5月开始 他就每一天都会在网上去post一幅他的新的art work 那所以到了拍卖的时候呢 那就大概有五千幅 所以他就叫The first 5,000 days 那同时因为这个digital art 那是一幅图 那所以呢 他那个print呢 Beeple是从来没卖多过一百元美金的 print就是print出来的那个hard copy print出来的版本 那所以 就在这样的背景资料之下 我就想大家估一下 那个拍卖的价钱是多少 那我开估了 他的拍卖价钱 就是69 million dollars 六千九百万美金 那你想一下 梵高一个世界知名的画家 都只是卖 就是一个拍卖价是七千一百万美金 而Beeple 那当然Beeple未出名到梵高 但其实他都是一个比较出名的digital artist 但是他又未有名到 例如Banks 或者Jeff Koons 或者Damien Hirst 那些contemporary artist 来的 但是他这一幅digital work 是拍卖了六千九百万美金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 哇 为什么那个拍卖价钱这么高 因为这一幅digital art 那个拍卖的形式 这个digital art的形式 是以NFT的形式去拍卖 那所以这个是史无前例的 在art history上面 第一 第一幅digital art 是成功可以拍卖 那大家可能就想 那其实NFT 为什么可以帮到一幅digital art 做一个transaction 做一个买卖交易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Internet的独特之处 Internet互联网 那互联网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互联网的作用就是 大家都知道了 是不是 sharing information 去分享资讯 就正正因为可以分享资讯 那所以同时候 也是很容易去复制所有的资讯的 所以举个例子 如果我要在网上 是发布我一幅的画作 或者 我一个creative work 或者我一首歌 或者一个video 那就很容易share到出去 分享到出去 而大家也都是很容易复制到 那所以对创作者来说 是很困难 因为它怎样赚钱呢 当大家可以copy each other's music for free 可以免费地去抄责 或者去复制 那一幅的创作品 那所以internet的特点 亦都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internet 不可以establish the ownership of information 我们怎样证实 那个 哪个拥有 这一个的information 或者拥有 这一个的创作品 另外internet 另一个问题就是 它不可以making a piece of information scales scales的事实就是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 当大家可以抄袭的时候 例如我放一首歌 放上网 那你可以抄一首歌 或者不断地免败地传出去的时候 那一个创作 再不是唯一 独一无二的了 所以就着这个问题 就有很多 现在我们现有 就有很多huge corporate middle one 就是大公司的中间人 去帮助这些creators 的创作者 去发布他们的作品 去帮他们的作品赚钱 举个例子 例如我们音乐上面 我们会依靠什么呢? 我们会依靠iTunes 去买歌 就是我的年代的时候 如果我要买一首歌 我可能就买个CD 但现在CD 很outdated 谁还own a physical copy of the music 基本上 大家都是online听 那所以呢 可能去iTunes买歌 或者Spotify那里买歌 那这些我们就是叫 中间人在那里了 那我们再讲一讲 blockchains 和non-fungible tokens blockchains 中文叫区块链 non-fungible tokens NFTs 那就是非同质化代币 那每个中文大家都懂 但合并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可能一头无水 什么叫blockchains 什么叫非同质化代币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一个很新的 就是很新的 internet 一个technology的技术 那nfts就是 built on the blockchain 用blockchain的技术 就是简单点来说 这两个是可以 create an internet for ownership and transactions 的 而不需要任何的中间人 那我就会逐个解释一下 什么叫blockchain 然后我会解释一下 什么叫nfts blockchain public facing digital ledger 那中文的blockchain blockchain中文就是叫区块链 那什么叫区块链呢 例如 我举个例子 大家见到这一幅图 大概就会见到 how does a transaction get into the blockchains 那因为呢 我就不是一个科技的人 我不是太懂technology 所以而且同样是 我们用文化研究的角度 去看nfts 怎样去empower creatives 那所以 这一幅图 就是作为一个brief introduction 去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blockchain 是怎样运作 其实直接来说 blockchain 就是 我的解释 就是 大家见到 是在 右手边那里 它整个operational process 运作过程 是immutable 就是不容易删改 不可以删改的 transparent 透明 公开 公平 公正 decentralized 最重要的是decentralized 简单来说 因为它的技术peer to peer 那所以不再需要任何的中央的控制了 decentralized 就是去中心化 那可能大家还是觉得 不是太明 blockchain 其实实际是一个什么的technology 来的呢 那我们看看一幅的powerpoint slide 这里有两幅图在那里 那传统上 我们怎样去做一个transaction 做一个交易 例如我要过一个钱给我的朋友 那我们就需要一个中间人 一个middleman 或者我们叫intermediary 去核实双方的身份 亦都是去keep一个record的 就是整个transaction 去做一个record 有一个记录在那里的 那例如我们网上去做一个transaction 那我们就可以用applepay payme elipay 这些呢 就是一个intermediary 中间人去核实那些讯息 去做一个记录 但是因为blockchain的科技 intermediaries are not needed 中间人再不需要的了 因为当你那个transaction 放在一个block 用blockchain做一个transaction的时候 就好像calfed on stone的那样 整个transaction是不可以改变 也都删改不到 只要有任何人尝试去改变 或者删改 即时所有participants都会知道的 那所以中间人就不需要了 简单来说就是我可以直接 对方去做一个transaction 不再需要中间人去做任何核实 因为blockchain的技术 已经做到核实 encryption 加密 那所以整个过程 安全性都很大的 好了 那现在我们去看看 什么是nft了 non-fungible token 非同质化代币 fungibl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好像一个等价交换 can be replaced it is replaceable 就可以去兑换的 fungible 那例如金钱 物件 是fungible 可以兑换的 但是non-fungible 是not replaceable it is unique unique 这个字是代表独特的 唯一独特 不可以取代的 那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过 internet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我有一幅Digital work 是不断 其他的人 是可以可能用了一个作品 去不断copy 复制开去的 那所以为什么 这个问题就令到Digital art 很难去做一个买卖了 因为第一 我怎样去证实 那个卖家是真的 Original creator 是一个原创者呢 第二就是 我如果买了这幅Digital work的话 那会不会被人偷了 那偷了之后怎么办呢 那所以nft 就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了 因为nft 是用blockchain的技术 to create unique digital files 所以变成每一个的Digital files 都是独一无二 而不可以被其他files去取代 那所以我们看看右手边的一幅图 大家就看到什么是一个 what is nft art 我们刚才说了 nft art并不是一个新派的艺术 nft是一个技术 那一个什么技术 可以帮助到创作者 去发表他的Digital art piece 或者Digital creative work呢 那举个例子 在这幅图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有一幅Digital art piece的话 那我一个创作者 我用blockchain的科技 minted on the blockchain 就是在blockchain created on the blockchain 同时可以生成一个smart contract 那所以finally non-fungible token is generated 那什么是non-fungible token nft 就是简单来说 就好像一个certification 有个cert 去告诉别人 这一幅是原创唯一的作品来的 所以就算你买那幅Digital work 被人偷了之后 只要那幅Digital work 是nft的形式去卖出去的话 那个transaction的record 永远都会在blockchain那里 那幅画可以被人偷了 可以被人复制 或者那个创作 可以不是偷被人复制 但是nft的representation 是偷不了 也都改变不了 也都取代不了 所以这个对创作者来说 对创作者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benefit 来的 好了,简单来说 What is an nfts? nfts is the ownership of digital assets as long as 那一个物件 是nft化了去 用nft的形式去做买卖的话 第一 是 刚才我说了 it is recorded and verified on the blockchain 是blockchain nft 通常用那个区块链的blockchain 就是Ethereum Ethereum的中文是以太 或者大家听过以太币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blockchain nft通常就是用Ethereum 所以 只要那一个买卖是用nft形式 作为买卖的话 blockchain那里就已经黑了在那里 就好像黑了在一个石头那里 你改不了 如果你对这个交易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即时是可以在blockchain那里 去找回那个record的了 那所以最终是怎么样 最终那个就是每一幅的digital work 就可以去verify 或者prove到它是one of a kind original 它是一个原创来的 那假设 假设 举个例子 如果有人 我买了一幅digital work NFT art 被人偷了 那怎么办呢 不要紧要的 因为只要是nft形式去买出来的话 那我刚才说了 它在blockchain那里 永远都可以找到个record 那所以为什么我就说 nft其实是可以帮助到creatives 去发布它的digital work 好 decentralization 那为什么去中心化呢 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解释什么是blockchain blockchain就是整个运作是不需要那个中间人的嘛 不需要个middleman 不需要个intermediaries 那你想一下 现在我们的艺术家或者是创作者 怎样可以去发布它的作品呢 那通常我们透过一个中间人 intermediaries 中间人 举个例子 我是一个艺术家 那我想买我的画作 我怎样买呢 那你可以去买的画作 就是透过一个gallery gallery 就是那个中间人 去帮我做那个买卖 那所以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central authority 去对我的画作的发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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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价钱呢 就是有一个control在那里的 那因为NFT的技术呢 我们不再需要一个中间人 去告诉我听 我作为一个创作 去告诉我听 你这幅画值钱 你那幅画不值钱 你那幅画应该是怎样买 那所以如果我是一个digital artist 我想买我的画作的时候 那或者我的创作 或者我的video 或者我的photography 我可以怎样做啊 那我就介绍一个NFT Marketplace 给大家了 就是OpenSea 这个其中一个 the biggest NFT marketplaces 那我就share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OpenSea是怎样了 那大家看看 这个呢 就是OpenSea NFT Marketplaces 那你见到不同的digital art在那里 那不是只是art的 其实还可以是photography sports啊 music啊 trading cards啊 那我click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 例如这个art project Bored Ape Yacht Club 那Bored Ape Yacht Club呢 大家见到的description is a collection of 10,000 unique Bored Ape NFTs 有1,000幅图在那里 那现在大家 我们click进去一幅图看看呢 有一个 价钱在那里 那它就以以太币的方式 来做一个买卖 那你可以play speed 那而不同的图 可能见到每个价钱是不同的 因为有些限制 例如这个Ape 是golden skin的话呢 那是少之有少 所以这个价钱是超级高的 那好啦 那我们回去 讲decentralization NFT market 怎样去帮到創作者 那大家刚才看到呢 这个NFT market place呢 是demokratized 和person to person internet 简单点来说 就是創作者 可以直接面对它的买家 不需要有个中间人在那里 但你想想 现在Spotify 很大的一个问题 一直被人是有救病的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是掠取了 一些創作者的收益 你想想每一个 musician 可能收到一个 就是在 如果每一个stream 在Spotify 那里可能只收到 多鲜 多鲜 那大部分的profit 去到哪里 就去到这些中间人那里 那所以变了 有这样的 empty market places 我是digital artist 我直接摆画 把一个创作 在例如OpenSea那里 那我的买家 或者Sorius 就可以直接买我的画作 那些钱 的profit 我可以全部代替了 那这个呢 就去到我们Foucault说的 就是一些文化研究的理论 Michelle Foucault 说的discourse and power 什么是discourse and power呢 那刚才我说到那个intermediaries 中间人那法国哲学家Foucault 就说过 其实权力制造知识 中间人呢 是有那个权力的 权力和知识是互相有个关联 知识 knowledge 举个例子是knowledge 例如我们怎么去看艺术 这个是knowledge 知识会成为掌权者利用的工具 甚至成为discourse 话语权 去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甚至去统领我们的偏好 行为思想的系统 记不记得呢 在讲座之前 我给大家看凡高的画 和Beeple的digital artwork 大家呢 就对凡高的画作卖71 million years dollars 不惊奇就觉得 啊 因为这个世界名画 但是呢 大家就很惊讶 一个digital artist 竟然可以拍卖到这么高的价钱 可能一幅这样的collage 都可以拍卖到69 million US dollars 竟然和一个世界知名的画家 差不多的拍卖价 那你就会见到 我们的思想系统 怎样被知识去统领住了 我们怎样欣赏艺术啊 就是透过museums 博物馆 或者一些galleries 艺术馆 去告诉大家 什么是为之一幅好的艺术作品 什么为之一幅不是好的艺术作品 artists always been defined categorized or classified 就是你艺术变了也是高低资分的 这样 但是其实我们不可以这样去 就是分一个创作 所以传统的transaction 艺术的买卖 是对一些小众的艺术的创作者 是没有一个大的偏好 小众的创作者 永远是be marginalized 去边缘化了 但是有NFT就不同了 因为我刚才说了 NFTs give creators of digital access 就是我可以在网上发布我的作品 不需要一个中间人 to control the sale 去控制买卖的价钱是多少 所以我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时候 第一 我可以直接跟我的supporter 有个connection 有个interaction在那里 第二 就是原来我的创作 是真的可以买到钱的 那我们经常说 艺术家 就是黑色的 但是如果有NFT的话 Digital artist 就不会黑色了 因为呢 起码有一个渠道 去发布他们的作品 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同 或者approval 不需要一个中间人的approval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 我发布作品 我不需要再有gallery 去给一个approval 去认同我的作品是高价钱 还是低价钱 我直接放上NFT就可以了 另外NFT是给到创作者 非常大的自由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Blockchain这个技术 Creatives 是可以program 它的contract 给大家听一下 如果我是一个画家 值值无名的时候 去买一幅画 例如我一千元去买了一幅画 那好了 有人买了我 用一千元去买这幅画 当这个人再re-sell出去的时候 就是当我有一天 出名 这个买家再re-sell 这幅画 就可能用一百万美金去买出去 一百万东西去买出去 你想想中间的差价 谁得益 并不是創作者有得益的 得益的就是那个 那个当初很提起我 很想识我幅画的买家 虽然他用一千元来买我幅画 但NFT就不同了 有这个技术之后 创作者就可以program 他的contract smart contract是怎样 例如 他可以设定了 就是re-sell 他收回10%的 那所以变了就是 第一 我不需要创作者的话 我不再需要依赖任何的 中央的权力去告诉我 我这幅画是值钱还是不值钱 第二 可能 future resell 或者future selling的时候 我可以有部分的收益 是可以收回的 那好了 另一样东西了 就是那个participatory culture 刚才我就show了open sea给大家看 open sea就是creators 还有那个bias 是可以直接有个联系 不需要个中间人 那所以 Henry Jenkins说的participatory culture 那 作为media audiences we are no longer passive viewers Henry Jenkins说的就好像web 2.0 什么叫web 2.0呢 就是我们会透过一些platforms 就是或者intermediaries 例如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去post我们的comments 去update我们的status 去update我们的相片 去update我们的相片 等等 我们以为我们用这些intermediaries 是免费的 其实是否免费呢 绝对不是 那你说 为何不是免费呢 因为 这些大财团 是会利用我们的personal data 去赚钱的 好了 这些大财团用我们的data 去赚钱的时候 那但是 那些钱有没有落入我们 这些users 的袋子 完全是没有的 另一样东西就是 所以 当我们现在web 2.0 那就是 例如YouTube Facebook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都是有contribution 我们是content creator 同时候 当我们是例如 可能comments on 一个status 或者comments on 一个video的时候 所以同时候 我们也是shape popular culture 那所以呢 NFT呢 更加是鼓励到 这个participatory culture 为什么 因为不再需要 中间又没有人控制住 那大家看一看 这一张powerpoint slide NFT甚至是可以 成为一个community 那刚才我给了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 Board 8 Yacht Club 那每一个的NFT呢 它都是可以有相关的utility 那可能你会问 什么是utility 那举个例子 如果我去买 这一副NFT art的话呢 我可以成为 这个Club的member的 就好像如果你 入国际学院 到复合师科程 你就会有一个student ID card 当你有这个学生证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石门校园的设施啊 你也都是可以用 寿美大学本部的设施 这个就是utility 这个就是独特之处来的 那所以Board 8 Yacht Club呢 它的utility 就会给一个full IP rights 就是给它的buyer 那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我要买 Board 8 Yacht Club 这一幅的画作 这个创作的话呢 我可以有些derivatives的 我有一个right 去做一些衍生品 例如我可以做个figure出来的 那简单来说就是 每一个users 都可以去做一个marketing 这个art project 那所以我们做一个summary 我们刚才一见到一个NFT art 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右手边 这一幅图 那刚才我们说到 当每一个users 都可以做一个marketing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个decentralized collaboration 当每一个人 每一个buyer 都可以做一个去marketing 去promote 这个art project的时候 这个art 艺术 就会变成更加出名 而同时的value 就是金钱更加高 所以为什么就是 NFT不只是demokratize participation 而同时也是demokratize economic ownership 简单来说就是 有钱大家齐齐找的 不是只有creator 赚钱 creator 亦都可以拉起他的bias 一起去赚钱 那另一个 另一个好处对creators 有什么好处就是 creators 不再有任何制搅 不需要再有任何中间人 去control the self of their work 那简单来说就是 creators 不需要需要任何的 policy的制搅 那他们可以直接面对他们的买家 然后跟着 profit from their work 那他们直接有 他们可以有个直接的收益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NFT 怎样可以empower creativity 第一如果我是小众艺术家 我可以有个渠道 去发表我的作品 不需要有人说 就是我不需要做边缘化 第二个就是 我再不需要有任何intermediaries的控制 那希望大家对NFT 今天的讲座可以引起大家对NFT的兴趣 大家的问题 好了那有一个问题就是 Does OpenSea collect money? 以我所知的话 OpenSea都会是收少少的钱的 但是呢 当然的钱绝对不是好像 就是 例如iTunes 或者Spotify 收费是这么高的 你的意思是 collect money 是不是他对creators的 就是所谓的收费 还是 是的 但是可不可以讲一讲一下 你 或者我答不回答你的问题 他们的交易是容易太弊的 那所以 就是确切的话 那 因为我没试过post我的art work 我也都没试过买 就是digitalart work 那所以我不太知道 究竟实际的操作是怎么样 中间的details是怎么样 但是他的交易是用以太弊来做交易的 就是我们可以说OpenSea 其实是其中一个渠道 艺术家、创作者是可以发布他的创作 不需要再靠任何的平台 因为每一个平台都有不同的政策 在那里 所以呢 艺术家和创作者 就会受到这些政策的制造 特别是直直无名的艺术家 就是你出名的话 当然你有多些power 有多些政策 有多些政策 但如果直直无名的话 那就逼迫要被任何剩 那但是OpenSea 就是这些NFT市场 就没有这种东西的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想时间上呢 都差不多了 那欢迎大家来今天的讲座 希望今天的讲座可以令到大家对现在新的技术有更加多的认知 那在临完的讲座之前呢 我就想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浸会大学国际学院的副学士课程验证接受报名的了 那大家可以搜索个QR Code 或者打个电话3411324 或者传个电话去获取更加多的资讯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另外呢 多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讲座 那大家可以去个Exhibition Hall 去参观各个课程的摊位 去了解学院不同课程的资讯 那或者大家都欢迎大家去按个BOOF Chat 和我们的本院职员联络 如果大家对课程上面有什么问题 那多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讲座 那各位再见 希望在校园那里可以见到大家了